热线风八点 你所关心的时事、政治、经济及各类生活大小事 尽在热线风八点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热线风八点 昨天来到了八点二十二分二十二秒 在节目现场热线风八点为大家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Hollywood Hollywood的Holly 我可以跟你讲一个秘密吗 你知道在台湾 好了至少是我小时候 我们家有养过非常非常多的狗 都叫Holly 对 你怎么知道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说 我觉得你在那个这个街上 大喊Holly 跑过来很多 所以有人告诉过你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那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尚流行 就狗狗都要叫Holly 除了台湾之外应该都是 你说南方人都叫Hollywood 对对对 我之前就有听过 那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 有没有什么起心动念 你想要聊这个名字是吗 那我 你是为了Hollywood而叫Hollywood吗 那时候我不认识 好莱坞 那蛮久了 应该是十几年前 那个当时我要取一个英文名字 然后我的中文的名字的话是H开头的 然后我就想也是同样用H开头 Henry啊 Henry啊都可以啊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普通是不是比较多人用啊 中国人就喜欢选一些少人用的那个名字 然后我就在想下下想了想了一啊头都要想破了 然后那时候我公司里面有个英国人 他跟我呃有蛮多交道就就是工作上面嘛 然后我就问他哎我说我我想取个英文名字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他想起他家 他说Harley啊 哈哈哈哈 不是他家有两台Harley Davidson 哦 that's why 对对对对 他说哎我也他我也告诉他H嘛 那他就马上就他说你就叫这个 就Harley嘛是不是就叫Harley 对对对对 哦哦OK就是取了一个机车的名字 对后来 我基本上给别人介绍 特别是给中国人介绍的话 我叫Harley多数都会说Harley Potter 都不会一下想到是Harley Davidson那个Harley 没有想到说哇你是这么摇滚啊 一起摩托车的那一面 不过人家那个王子 英国王子的这个Harry你不要 但是你要那个好的好的也可以 这个是也像你的个性啦 因为你想要跟人家语众不同嘛 那就像刚刚讲的 想要当一个网红的话 其实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特面 因为大家如果是一般的这个 以前都是这样想 比如说人家讲说你要当艺人 你要异于常人 你要讲话跟人家语众不同 人家才想听啊 如果你是隔壁老王 干嘛就是闲聊嘛 何必知道 但现在人越来越多的压力 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多普通 他就想要普通 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太多焦虑了 所以我自己喜欢看的片是 我曾经有看到这个YouTube上面 有人拿着这个A4的那个纸 白纸 他就这样揉捏 然后就听到那个纸的声音 这里有没有纸我揉一下 我揉一下 就是这种很吵 这样是不是很烦 这多烦的声音啊 但是呢 在YouTube上有这样子的一个 声音聊法的一个频道 就是你听这声音 有些人觉得好解压 那或者是水滴 它很简单 就是拿水滴在这个大碗宫里面 就滴滴滴 对 怎么是这样 或者是呢 它是反正就让你觉得 身心有稍微静下来 那我原本只是想要观察说 凭什么你可以24小时转播 这么无聊的东西 还包括像那个泡泡纸 有没有 我们不是常常会买一些物品 它是用这个泡泡一颗一颗的 对 你继续捏它 结果捏着捏着 你知道这个东西很奇怪 很多人知道捏这个解压嘛 我平常是觉得这还蛮无聊 因为你捏个20颗 你可能也好腻了 那网路上很多人喜欢看 捏这个泡泡 结果现在小朋友的玩具 今年最新最流行的 居然也是这个泡泡 这个我还不知道 它是那种粉红彩色的 然后各式各样的粉紫荧光 然后什么Dinosaur的图案 仙人掌的图案 然后这样捏 所以你现在随便去什么Target Amazon 你随便Google小朋友 现在最受欢迎的玩具 这个捏这个东西 它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但是就是好捏 每个小孩 我家两只嘛 一个八岁 一个五岁 都玩得好开心哦 所以像这种人体的 这个身体反应的喜欢 现在在YouTube上面 以前你会觉得没人看 其实现在也看得很开心嘛 是不是 所以你拍的是不是 就是属于那一种 不是滑中取宗 你没有特别说 我要来表演一个 很精彩的节目 我开始要表演这个走钢索 或者是我特别有一个 这个桥段有起承转合 你是一个像纪录片的情况 对对我更多的是记录自己 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然后一些想法 因为我不 我觉得其实做你刚才说的那些 很火的那些爆红的那些视频的话 其实他做这些作者 其实需要勇气的 不管是各种勇气 你像吃那么一大堆食物 也是要勇气的 你能都是挑战嘛 我是比较不敢去尝试那么多这些 我觉得至少对我坚持不了 可能我试一次可以 但我要我每天都这样吃 我绝对不可以 所以我就不如做我自己 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我其实我也没有想过 什么时候会红 但我至少就给我留下一个记忆 记忆 然后的话 我自己在看的一些频道的话 其实我看的更多的是那种 也是比较平淡的 但是你看的过程中 你会也会了解认识这个人 你会了解到这个人的背景 他的家庭也好 因为有好多 慢慢你就会展开嘛 你会拍拍周围的 你家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是什么工作 以前是做什么的 慢慢聊 你对这个人就慢慢越来越熟悉了 越来越熟悉了 就好像是一个朋友 只不过说是那个有距离 但是每天你都能看到他 是是 所以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大家因为居家隔离 也好久好久 一年半 然后呢 人跟人之间群聚 现在又有变种病毒 也比较小心 那有好多好久没看到的人 或者是你自己这个 心灵觉得空虚寂寞 然后有很焦虑的时候 你在网络上看着别人 原来过着跟你类似的生活 所以你有一种 就是他是我朋友 我们要一起共同成长 对 因为这个这个 呃 这个世界 就你听众的这个世界里面 那我觉得各种人都有 所以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 或者说我这个 我这个经历或者年龄啊 那他听了的话 可能我也会有感受 但是目前可能我还得 我做的还太少了 我才一年 啊我也 还好的 还好吧 就是我不太着急 我还能继续 没错 就是一个baby而已嘛 不过就一百只影片而已啊 哈哈哈哈 咬咬牙 马上就往上再继续走下一步了 因为边做是边学习的嘛 很多人这个第一步 就像你刚刚讲的第一步 这个考虑在山哦 然后好不容易做出来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特别强调说 要用什么样一个设备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 也有跟你一样 就是好想要试试看自媒体的话 有没有什么设备 什么灯光 什么麦克风 你是有推荐的 或者是编辑的软体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 哎 一步一步再进步 那你觉得有什么东西 是特别好用的 还说不要自我设限啦 手机 哈哈哈哈 买一只手机就可以了 不用买 就用你现成的手机就可以了 现成的 你是说我是iPhone6的话 其实也可以嘛 也可以的 对 其实最关键我觉得 就是你 你有故事 或者你有内容 如果你的故事还不够精彩 也没有关系 你就从你现在 现有的故事开始 拿起手机 不用管那么多灯光 设备 场景 背景 什么装饰的 或者说剪辑的一些效果 之类的 你都不要 因为你这些东西 你考虑的太多的话 就把你的脚给捆住了 你就走不动了 你就可能你第一期你能做 或者然后接着你就觉得很困难了 因为你每一次你都得弄弄这个设备 这个这个焦距没对好啊 这个灯光怎么坏了啊 要弄一弄 这个麦克风怎么好像不太行啊 发现又有更好的麦克风 麦克风啊 你又换一个 这样一个技浪费钱又影响了 我觉得最关键不是形式 最关键是内容 你自己的视频里面 会不会做什么特别的一些特效呢 因为你知道 我以前印象中呢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我学校的同学 我如果是开那个 我们华人的电视台 然后他跟着我一起看 这个华人的综艺节目 或者是连续剧 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这么 怎么这么多 他问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要看这个 那我以前完全不注意 因为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啊 这我一辈子 就是看这些叮叮亮亮 反正没有这个声音的 就觉得很怪 怎么这么安静 我没有注意 可是他讲完以后 我才发现真的耶 哪来那么多 亚洲的这个风格 跟美国 北美啊 欧洲的就是 肯定是两个样子 对 那他问我说 看完这个声音 有什么特殊感觉 有引起我的注意力吗 我不晓得 因为我就是这样看习惯 但你自己的视频 走的是这种 叮叮叮叮的路线 还是你说 你已经变得比较欧美风了 你尽量就是写实 我主要是嫌烦了 就就没有那么多 然后其实你加那些东西 其实蛮累的 你要花蛮多时间的 对 有时候你看 你一个短片几分钟 但你反复的去看 你因为加了一个效果 你又得从头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不行调一下 再看一遍 哇 你这个时间过得 你如果是晚上剪的话 稍微剪剪剪 就剪到三四点 四五点 就天亮了 天哪 那青春一下就被你烧坏了 对对 所以千万别这样 我现在也经常看 一些就是那种经验分享的 一些YouTube的视频 就讲的 也是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就还是得跨出第一步 你想拍就先 就马上去拍 就好了 OK 那我知道你本身自己本身 爱电影这件事情 你是从小就喜欢视频 喜欢影片 喜欢这种有情节的 这个动画吗 对对 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从小就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娱乐 电影就最最重要的 然后也会梦想着就有着一日 自己也能成为这个电影的一个部分 哪怕是斑斑 道具也可以 灯光师也可以 对对对 那时候想不到那么细致 知道那个可以帮帮忙 或者混进去 做做群演 或者做做演员 那样的 然后后来 因为是学画画 学美术 就比较喜欢美术 所以也觉得就是 好像我一旦听到 那个是学美术出身的电影人的时候 我就感觉 有点鼓舞 同类人 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呢 真的耶 不过讲到电影这个东西的话 像我们台里有很多的这个 新闻人啊 因为他其实本来是学电影 跑去做新闻 那也有一些我们的广播主持人 他本来是学电影的 后来来做广播 但也有很神奇的 我们有学会计的 后来变成这种 得好多奖的这个制片人 我也听过 你知道他吗 就是他的讲话方式 跟你非常像 所以有招一招 真的 舒子大哥 一定要介绍这位 哈利给你认识 他真的讲话的方式 跟思考逻辑 跟你根本就是很像 你知道舒子大哥 他以前拍的这个照片呢 我一开始 他秀给我看的时候 在十几年前 开始秀他拍的照片 我每次看完 眼睛都好痛哦 我觉得都是很粗暴的 在拍一个很写实的女生 但我以前 你知道就很发笔嘛 就是比较亚洲人的欣赏 眼光都会觉得 柔光 灯光每气氛 每个毛细孔都朦胧掉了 然后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好像要柔柔的 那我第一次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眼睛太不舒服了 他腿这么粗 上面的那个肌肉 都这样炸开 你还这样子拍他 然后他踩高跟鞋 这种脚趾都外翻 你还可以把他这样拍的这么写实 那经过时间的这个洗礼 或者是在我美国待久了 来了二十几年以后 习惯了 他现在给我看这些照片 我觉得我非常的 appreciate 就是很珍惜说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拍的 这么写实 这么好看 所以人的这个审美观 跟他的这个视野 其实会随着环境不断的变化 是不是 就像以前人家讲说 你把一只乌龟 放在一个小小盒子里面 它永远都是小乌龟耶 但你如果把他拿一个超大的盆子 放浴缸 它是一直长成大龟 所以其实如果我在亚洲 我会很瘦 然后因为在美国 才会这么壮 你现在也这么瘦 所以这是空间的问题 瘦应该像你这样子 像你这种应该就是 划 这叫什么 被浪冲的关系 是不是 那我实际上来到了8点 二十三十五分 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请到 这个网红来分享 他的这个三甜苦辣 双引号的网红 网红 即将成语网红的 这是我们哈利 他自己有一个频道叫哈利物 如果我们到YouTube平台上面 其实是点击得到的吗 对对对 可以搜索到 哎呀我这边求一下关注 然后给我一个评论 因为我都没有评论 拜托给他评论一下 如果你要支持他继续冲浪的人 请按一 那如果觉得说 不要再冲了 你已经浑身失伤了 改做散步就可以的 请按二 那如果觉得 很简单 写一跟二就可以 所以人 因为这个我是学那个 台湾很多网红 每次在直播的时候 因为要人家留言很慢 他就说给我一排爱心 给我一排花 但这个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 哇 怎么这么不舒服 在那边叫喊 很像做夜市人生的感觉 但看久以后 也会死断了 还蛮有趣的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 你自己如果想当网红 或是你本身就已经是网红 或者是你特别爱看哪一种形态的网红 也欢迎你打电话 进来跟我们讨论 我们客人电话是 6665851300 5851300 如果你觉得说 我看完影片觉得很精彩 我听完节目觉得很赞 但我就是不按赞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这样的人 坚持 为什么他耍什么酷 他不愿意 不给人家鼓励吗 不是 就是节奏太快了 因为你的视频还没看完 看得差不多 就跳到另外一个视频了 哦 因为他刷屏刷得快的关系 我觉得多数人都会 我都会 所以我就不能强求别人 我自己也这样 那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吝啬 不愿意给人家按赞 自从做了YouTube的时候 之后呢 我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开始会 觉得好的话 我马上先点赞 你想说鼓励他 对 然后看了真的有一些感受的话 我会留言 真的会的 以前真的不会 哇 好的好的 所以换位思考非常重要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打电话 进来鼓励一下我们打哈利物的话 也欢迎扣音进来给我们 6665851300 那如果你很小气 你觉得我就想听而已 我没有要鼓励他 那你就三句点赞吧 是是是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热线风八点 我是礼拜三晚上的主持人小米 节目现场是我们的哈利物 哈利 我们马上回来 我让你来说 对这个东西的主持人小米 感谢观看